蓝猫可以介绍一款以英雄为主 然后兵种为辅的战棋游戏吗? 英雄为主 战棋为辅的话呢 我现在刚好 刚好 非常恰巧 你们的运气真的很好 只要要说幸运儿是谁的话 你们就是那所谓的幸运儿 现在呢 就有一款这个 角色扮演类Apple Store第一名的游戏 梦幻模拟战等着你们 他本身是SRPG 就是策略角色扮演游戏 战骑士的这种角色扮演类的游戏 那上场角色当然 居住位置都是对我选择 那我们要来带各位 慢慢的进入这个游戏 慢慢的了解这个游戏 那今天呢 帮你给我抽卡环节 好 角色扮演类嘛 我记得我在一开始的选择里面 我选择的是英雄跟龙骑统帅 龙骑统帅 然后他会有所谓的冰桶相克 跟地形加成 还有冰种特性 这三种特性在你游戏里面 作为一个辅助 让你能够去调整你自己的情况 去拿到争议与检疫 并且去克制对手 那这边的话呢 救命啊我们的伤队遇到了魔物 他一个人逃出来 那我们就要来救走他啦 我鼻子很凌喔 能够闻到魔物的味道 准备战斗 这个家伙感冒 比赛了 能够闭着 他连这个都是賴伯尔的敌欸 OK 克制有沒有看到 這是所謂的兵種克制 近戰攻擊都無法造成正常的傷害 所以要盡量走這個 遠距離的進行攻擊 哇賽一百里 想不到吧 戴維承受攻擊 戴維承受一下攻擊 護衛 敵人的回合 可以 我要救救他們啊 可以打嗎 解決 全配音 角色Live2D 有劇情 有畫面 他這個Live2D真的很用心耶 好猛喔 這個就是我說 我覺得 遊戲的細心是 玩家很容易用所謂的 體驗與比較去看出來 來囉 馬上進入抽卡環節 拉娜感覺不錯 這個地雅娜好像不錯耶 SSR2% 那我隨便抽隨便中 我歐洲咧 好啦我要抽這個 來囉 2% 我覺得可以 2% 1% 2% 很高 2% 沒容易抽到 可以2% 這也是SR嗎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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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好爽 好爽哦 好好爽 還有這個 快拖滿了 差兩隻 看那隻很可愛 最後變那隻 難免手放開 最後變成注意你的手 上面那隻狗狗也是嗎? 上面那隻狗狗也是嗎? 好可愛 拉娜是不是 就你了 123拉娜好簡單 太燒了吧 頂不住了 就是他了 再來再來 太怕 2%的機會對不對 總該換我 可以 可以 來了 來了 我可以召喚 OMG 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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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怎麼這麼香 是什麼味道 拉娜的味道嗎? 喔 快可以換衣服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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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香啊 喔這個也是 喔 啊 我動作欸 姐姐踩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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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款遊戲叫做夢幻模擬戰 現在已經是 雙平台iOS跟安卓都可以下載 並且有PC版的可以玩 所以假如你在電腦上面玩的話也是可以 只要少QR Code就可以直接有連結 或打電腦的通常就會有連結了 那 這個遊戲本身呢 已經還原了不少 當時 魔幻模擬戰系列的人物 那 他有時空戀系 能夠懷舊 歷代全系列的經典戰役 那 假如新玩家你跟我一樣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做體驗 來理解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代在 玩些什麼 你也可以去理解一下 好 歷代呢 經典戰役在做些什麼 玩到後面以後呢 他會有 自動可以用 喔 他會有自動可以用 那當然打一個高難度 你可能還是要靠自己啦 但他會有自動可以用 那你剛剛也可以看到 他每一個角色 他會有 他細項的一些設定 包括 他的天賦 那右邊的職業的部分呢 在 職業的進階 職業的提升以後呢 指揮官可以 也可以決定自己的 英雄的職業路線 那飛兵的話呢 相對的他機動姿勢比較好 像剛剛他飛兵去拿那個 寶箱的話 移動距離就會比較長 那水兵他就可以在 特殊地形裡面 有一隻地圖可以大型的神威 那 職業的話 可能就是他就比較 偏要 偏要補血 那打一些這個 一些魔物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有傷害 在前面的部分 我們也有在主線過程裡面 有遇過嘛 就是 職業遇上這個魔物的時候呢 他的攻擊是非常的高的 好 那我們就推薦給大家 夢幻魔體現在有PC版的可以下載 所以假如你是 覺得手機玩的話 有點累的話 你可以用電腦玩 他有PC版可以去做的玩 對